大家好,歡迎收看,我是郭短平 先關注一下巴基斯坦卡拉奇大學 孔子學院一架班車遭遇到自殺式襲擊 目前已經造成三名中方教師遇難 一名中方教師受傷 另外有多名巴方人員傷亡 死者包括孔子學院院長黃桂平 公派教師、丁木坊和志願者陳塞 卡拉奇的警察局就說 通過現場的監控系統顯示 一名穿著女性罩袍的人走向白色的豐田麵包車 隨後就發生爆炸 他補充說警方正是搜集證據調查今次的襲擊 但似乎中國教師正是今次襲擊的目標 而巴基斯坦境內的恐怖組織 比勞之解放軍已經宣佈對今次的襲擊是負責的 中國駐巴基斯坦大使館就強烈譴責這一行徑 對中巴兩國的餘難者表示深切哀悼 對傷者和親屬致以慰問 將會與巴基斯坦方面全力做好事後的善後處置工作 中國駐巴基斯坦大使館指已經第一時間啟動了應急預案 要求巴基斯坦方面全力救治傷患 對這次襲擊事件進行徹查嚴懲兇手 同時要求巴基斯坦各級的相關部門 無必要採取切實有效的措施 全力確保在巴基斯坦的中國公民、機構和項目安全 確保類似的事件不再發生 中國駐巴基斯坦市管也提醒在巴基斯坦的中國公民、企業、項目 無必要高度重視 密切關注當地的安全形勢 提高安保等級 加強專案人員的安全、嚴密防範 非必要不要外出 外交部發言人深野發表聲明 說中方對這宗重大襲擊事件表示強烈的譴責和極大憤慨 對不幸遇難的人員表示深切哀悼 對傷者和遇難者的家屬表示慰問 中國外交部和中國駐巴基斯坦大使館已經在第一時間啟動應急機制 吳光浩部長助理緊急致電巴基斯坦駐華大使 表達極嚴重的關切 要求巴方立即徹查事件 緝拿兇手並依法予以嚴懲 同時採取萬全措施 全力保障在巴基斯坦的中國公民安全 絕對不能讓此類的事件再次發生 中國駐巴大使館駐卡拉奇總領事館正與巴基斯坦方面一起 全力做好善後的處置工作 而巴基斯坦總理夏巴茨已經在26日晚 赴中國駐巴基斯坦大使館調宴 表示巴基斯坦政府將會對事件進行深入調查 對肇事者嚴懲不大 全面加強在巴基斯坦的中國人員 專案和機構的安保工作 絕對不允許任何勢力破壞巴中友誼 而遜德省和卡拉奇當地政府有關部門 已經全面展開調查和緝控工作 中國外交部和中國駐巴基斯坦市領館 將會繼續敦促巴基斯坦相關部門做好善後和受傷人員的救治工作 堅決打擊涉案的極端組織 外交部發言人說中國人的血不能白流 這次事件的幕後黑手必將付出代價 接著轉看美國和澳洲官員繼續炒作中國威脅 澳洲的傳媒報導澳洲國防部長達頓聲稱 最近地區衝突發生的可能性很大 澳方應該開始預備戰爭 他聲稱中國有越來越大的野心 走自上世紀30年代的納粹德國的情況 對此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26日就說 澳方個別政客關於通過發表抹黑中國 鼓吹戰爭的瘋狂言論來謀取政治私利 對於這種卑劣的做法中國人民看得很清楚 國際社會也看得很清楚 而澳洲的大哥美國的高官也繼續炒作中國威脅 最新的是美國聯邦調查局即FBI的局長 克里斯托弗雷 24日美國國會三部就以FBI局長稱 中國構成的間諜威脅史無前例為題 報導克里斯托弗雷說 目前來自中國的間諜活動和網絡安全威脅的規模是史無前例的 事源是美國知名電視節目由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製作的60分鐘時事雜誌 播出最新的一期 克里斯托弗雷就作客節目的 在接受主持人採訪的時候 他說從反戒諜的角度來看 美國作為一個國家面臨的最大威脅是來自中國 他指責中國針對的是美國的創新、商業機密和知識產權 他的規模是史無前例未有的 至於規模怎樣史無前例 克里斯托弗雷的口中他是這樣形容的 他說中國的黑客專案比其他所有主要國家的總和還要大 中國竊取的是美國個人和企業資料 比所有國家加起來還要多 中國的目標幾乎涵蓋了美國的經濟各個領域 主持人就順著克里斯托弗雷說 FBI正在採取什麼措施來防禦中國的大規模攻擊 對此克里斯托弗雷就說通過快速調查 這位FBI局長說他們現在的速度是大約每12小時 就展開一次新的中國反戒諜調查 他還說他們已經發起了二千多宗這樣的調查 他們的局56個辦事處都參與了這一項工作 克里斯托弗雷向主持人說他可以保證 這不是因為他們的探員沒有足夠的工作要做 反而這是一個衡量威脅有多嚴重的指標 和這次採訪幾乎一模一樣的內容 美聯社曾經報導克里斯托弗雷在列根總統圖書館的一次演講中就聲稱 中國對於西方的威脅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肆無忌憚 更加具破壞性的 他同樣宣稱FBI大約每12小時就會啟動對抗中國情報行動的新案件 說中國竊取的美國個人和公司資料比其他所有國家的總和更多 當時美聯社的評論說這樣是清楚表明 儘管美國的外交政策被俄烏的緊張局勢所消耗 但美國仍然將中國視為長期經濟安全最大威脅 實際上美國已經多次在網絡安全方面批評中國 對此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去年7月就曾回應說 這些無中生有顛倒黑白完全是出於政治目的的抹黑和打壓 中方絕對不接受 趙立堅又說中方堅決反對並打擊任何形式的網絡攻擊 更加不會對黑客攻擊進行鼓勵、支持和縱容 這個立場是一貫和明確的 今年4月8日對於美國政府和公司只受到中國的黑客攻擊 趙立堅就再次回應說中方注意到 美國政府和一些網絡安全公司開始有計劃地散播 關於中國黑客攻擊的虛假資訊 中方對此表示堅決反對 趙立堅又說近期中國的網絡安全公司發佈了系列報告 揭露了美國政府對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多個國家發動網絡攻擊 嚴重危害中國和有關國家的關鍵基礎設施安全 值得注意的是很多美國盟友和美國開展網絡安全合作的國家 竟然也是美國網絡攻擊的受害者 他說相信國際社會會張開眼睛對美方的真實意圖 作出自己的判斷 FBI的局長一次也一次重複說到中國的威脅性 我覺得一就是美國的長期戰略需要 視中國為主要的競爭對手 二也是迎合美國政客的口味 這樣做也有助FBI去向國會爭取多一些資源 即是拿錢來壯大自己的部門 今天的分享是這麼多